对于当下大部分人来说 买房都不是一件意识 要掏空不止一个钱包不说 还让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 背上沉重的房贷 成为房奴 一边是辛勤的交房贷 一边楼市却出现了一种现象 近几年断供房的数量大大增加 所谓断供房 也就是个人出于各种原因 无法按期偿还贷款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1年底 全国的断供房已经增加到200万套 要知道 这个数字在2007年仅为7000多套 短短几年间 断供房的数量出现了飞跃式的暴涨 那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断供房 房子断供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带你一探究竟 今天的视频非常硬核 请大家耐心看完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这样既能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最新视频 根据阿里法拍房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的法拍房超过163万套 2020年时127万套 2019年时50万套 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增长了三倍 而这些法拍房中 有近四成是因为还不上房子的贷款 而被拍卖 2021年的前十个月 断供的法拍房就有超过23万套 实际上 选择弃房断供也并非明智之举 通常是贷款人在欠下 银行房贷余期不还之后 银行在多次催讨未果的情况之下 只能是委托法院对贷款人的房子予以没收 并且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而通过法拍的房子 通常只有市场价的欺者拍卖 如果房子在出售完后 银行拿到的房款还不足以偿还欠款 银行仍有权要求断供者继续还清所欠余款 同时 断供者将会被列入失信人的名单之中 以后将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很多人会问 既然弃房断供的后果很严重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选择弃房断供 对此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现在很多城市的房价在下跌 如果一些城市的房价从高位跌下来 跌去了30%以上 把购房者的首付款都给跌没了 那么炒房者就很可能选择弃房断供 比如环京楼市中的盐 房价从2017年最高时的4万元每平米 跌到现在1.8万每平米 在这种情况下 炒房者很可能选择弃房断供 今年3月以来 随着楼市调控政策收紧 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持续下降 特别是8月份以来 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大幅下降 根据诸葛伦次统计 10个重点城市共售出新房2336套 与去年中秋相比 成交量下降了82.1% 同时 今年8月十大城市新房成交量 同比下降72.4% 在二手房市场 二手房的交易量更差 与端午节相比 中秋节期间 二手房交易量下降了58.6% 其中 东莞二手房南宁卫市的营业额同比下降了 至少90% 今年6月以来 全国热点城市增多 量价双降 这已经出现在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二手房市场 数量和价格的下降最为明显 比如杭州 郑州 上海 青岛 成都 重庆 武汉 东莞等20多个城市的贸易额也大幅下降 第二一些人之前根本就没有购房的实力 主要是看到别人都在买房 而且房子有了赚钱效应 所以才到处借了钱 凑够首付款买了房子 这些人本来收入并不高 工资的大半都还了房贷 生活过得很 车如果再受到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就会无力偿还每月房贷 只能选择弃房断供 所以我们奉劝大家买房要量力而为 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这样即使买了房子 也很容易出现贷款还不上的尴尬 一般来说 如果购房者的收入是按揭贷款水平的两倍 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这只是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 有些人可能收入6000元 抵押贷款4000元 有些人收入7000元 按揭贷款5000元 甚至有些人的按揭贷款高于自己的收入 这导致他们依靠家庭援助获贷款来完成每月的付款 据统计 我国拍卖行数量增加了60万家 其中阿里拍卖网数量最多 增加了近45万家 根据发批.com大数据分析负责人的说法 拍卖行38.5%的土地应该是空的 无法获得贷款 换句话说 今年前10个月 全国约有23万 加短期拍卖行字这一制度的 下半年以来 拍卖行的增长率一直在增加 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中断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 第三 在我国 买房子真的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因为我国的房价对于普通人来说 始终是天价 虽然在调整之下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房价依旧市居高不下 但即便是因为房价始终处于高位 也不会影响到人们买房子的热情 倘若是把人口集中 经济发达 产业密集的一二线城市单独拎出来 平均房价更是达到了2万元一瓶至5万元一瓶 也就是说 现如今 买房动辄花费上百万元 甚至是几百万元 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的普遍现象 所以很多人买房都需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来买房 假如一套房产100万 很多家庭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买房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刚毕业时 手头没有任何积蓄 只能依靠父母积攒的血汗钱来买房 本来购房者完全有经济实力 每月按时偿还房贷 但由于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他们的收入突然减少 再加上今年以来 房贷利率再不断上升 由之前的4.9% 涨到了5.5%以上 在多重压力之下 也就只好选择弃房断供 其实 很多人在还贷20到30年之中 谁能保证自己一直收入稳定 银行房贷利率始终都在历史低位呢 一旦收入增长停止 房贷利率上升 这就会影响到购房者的还贷能力 可以说 房贷几乎贯穿了年轻人一生 为什么很多人被称之为房奴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弃房断供呢 其实原因很多 有的是因为炒房 随着房价下跌 房子已经资不抵债 所以选择了弃房断供 有的是因为 由于收入受到影响 已经无力再支付 每个月的高额房贷 并且房价下跌很难出售 所以只能选择弃房断供 有人可能会问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弃房断供 为什么自己身边看不到这样的案例 这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身边的大多是普通的刚需族 一般来说都是一大家子 养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更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 所以不管日子多难过 也不可能让其断 故通过对二三线城市 今年上百起断供房的案例进行分析 业内专家认为 断供大多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房价大幅度下跌 房价跌到剩余贷款 都可以重新买一套 主动断供才能止损 另一种是资金链断裂 由于企业破产 抵债 个人失业等现象 被迫断供弃房 断供者自己 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很多人之所以会走到 弃房断供这一步 就表示他们 其实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36岁的小张研究生毕业后 从事了10年教育培训 软件研发的工作 去年的年收入 还有30万左右 今年遇到教育行业双减后 他不得不重新找工作 面试了好几家公司 大多被HR 以技术成就 年龄大为由拒绝 小张没有其他的特长 失业这半年来 房贷车贷还要还 孩子的教育也不敢懈怠 已经把之前的存款花光了 如果再不找到新工作 他只好选择弃房断供了 这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去年他刚刚将 105平方米的房子 置换成190平方米的大四居 每个月房贷接近2万元 首付的借款 30万元也没有还清 恰逢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小张说起 买房以来的心酸事 不免让人感慨万千 实际上 类似朋友小张这样的例子 近年来与日俱增 一方面因为住房总量的过剩 购房需求的减少 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放缓 选择接盘的人越来越少 持币观望的人越来越多 房子不好卖了 而另一方面 随着楼市调控的持续收紧 以及房地产金融监管的 日渐趋延 流入房地产的资金 大幅减少 很多人即便是有买房的想法 更多的也是无能为力 对于这样的现象 有专家早先就做出预言 他认为许多需要房子的人 买不起房 以后的房子 只能在有钱人手里打转 这样的情况 不如早点卖掉手中多余的 房子 不然以后会面对卖不掉 租不出去 还要交一大笔管理费的问题 对于此事 有专家早先就提出了建议 针对不少人认为 多买几套房可以保值的做法 建议趁早卖掉多余的房子 因为以后的房子 可能是卖不掉也租不出去 还要交管理费 对于钢需来说 自然是希望看到热点城市房价下跌的 随着楼市不断分化的情况下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流入一二线热点城市 与沿海地区的城市 房价尽快回归理性 也就意味着 钢需能够尽早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实际上 除了炒房者之外 钢需购房者 恶意弃房断供的人并不多 因为这不仅使自己的房子 会被银行拍卖 而且还会被列入 失信人黑名单 如果是因为失业 疾病等原因没有了收入来源 实在无力偿还房贷 那选择弃房断供 还情有可原 而如果是因为本身 就没有购房的实力 硬要跟着别人 一起去投资买房 最后因为无力偿还房贷 而选择断供 这就没什么必要了 所以 购房者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为 即使是刚需购房者 买不起房还可以租房居住 根本没有必要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去买房 在中国 有近七成的人都是贷款买房 银行审核时 对购房者的持续收入能力会做重点关注 但是很多时候 意外和风险无处不在 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 所以在这也建议年轻人 一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整体规划去选择价格合适的房源 在资产整体实力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选择热门城市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能让自己背负 很大的住房贷款和工作压力去买房 因为谁也不知道高价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 所以买房时 要根据个人及家庭的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 要购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房子 而不要购买超过自己水平的房子 不然这样早晚会出现弃房断供的情况 相信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调整 未来的房价也会逐渐趋于平缓合理 大家对于弃房断供的事情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